常言道,并从口入或从口出,嘴是说话之门,心灵之窗,福祸之本。 一个人的命运好坏,离不开自己的嘴。 说话越强硬的人,命运就越悲惨。 嘴有多刻薄,命就有多苦。 孤玉云,所有人出生,口中皆寒福。 语言是最锋利的武器,说话尖酸刻薄,就是在折损自己的福报。 季晓兰在《月威草堂笔记》中说, 有一位侍奉她的婢女,说起她的祖母,待人不错,就是特别爱骂人。 后来也没发现祖母生了什么病,舌头却从舌尖烂到了喉咙, 足足几日,说不能说,吃不能吃,痛苦煎熬之下,离开了人世。 季晓兰补充道,想来是这位祖母,造下的口液太重, 所以唯独舌头回来,异常痛苦。 想知道一个人的命好不好,先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口德。 如果说话一直口无遮拦,那日积月累下,福气跑光,灾火就来了。 鲁迅在《历乱》里讲,有户人家喜得林子,邀人赋宴。 众人看了这孩子,纷纷贺喜,主人也十分开心。 独有一人上前,看了眼这孩子说,他终归是会死的。 于是众人合力,痛打了此人一番。 不仅如此,此后的宴席,谁也不愿请他来了。 说话幽默,不代表刻薄,给别人难堪,心中生怨。 其实最终还是会抱在自身,之所以会犯小人,不过就是因为常年累月,攒下的旧怨。 一句话得罪同事,工作就会不顺利。 一句话伤害亲友,生活就会不顺心。 每天都叫嚷着怨言的人,遇到的挫折也比别人多。 经常咒骂别人的人,生活就会越来越困难,运气也格外糟糕。 如果你仔细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在过着他们嘴上所说的人生。 嘴巴吐出的话,都会在生活中真实兑现。 一张刻薄嘴,再好的命运都会糟。 好好说话,才是为自己积福。 管好自己的嘴,才能守住自己的福。 嘴要说好话,心要存好心。 古人讲言由心生, 好好说话,是发自心底的善良。 心中有爱,口下才能留情。 人民日报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家往事。 著名文学家夏妍,曾经在临终前数次昏迷。 有一次病情再度恶化, 秘书忙道,我去叫大夫。 在秘书临走之际,夏妍艰难地发出声音, 说了一句,不是叫,是请。 说完这句话,夏老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一字之差,不只是说话之道, 更是修养和境界。 学成法师曾说, 你说的话,就是别人眼中的你。 好好说话,就是改变命运。 很多人都觉得, 自己是刀子嘴,豆腐心。 其实不然, 伤人话一出口, 旁人便不会在乎你是否心善, 只会记得你真的嘴贱。 正如曾广贤文所说, 饶人不是痴汉, 痴汉不会饶人。 说话不要硬, 也不要得理不饶人, 更不要戳人痛楚。 一个心地善良, 说话柔和的人, 才是真正的智者。 吉祥经中也讲, 谈言悦人心, 视为最吉祥。 简单的话语, 却有无穷的果报, 学会积口德, 心存善意, 才能感召好运。 常言道, 有福之人不用忙, 无福之人跑断肠。 人这一生贫穷富贵, 苦甜贵贱, 都和自己的口德细细相关。 你随口所说的话, 会塑造你的人生, 决定你的命运。 愿我们下一次开口时, 都能心善与柔, 请您转发分享, 福生无量。 与朋友们共勉。 深夜读书最新开启了新的互动环节。 每周三会有一个留言周结。 每个人的留言都很有见解, 都很棒。 我会挑选几条, 感触到我的留言, 与大家分享。 感谢大家对深夜读书的喜爱和支持。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有读者坤坤在视频, 人生在世, 只要你做到这件事, 你就赢了这种留言。 面对刺激, 怎么情绪稳定? 在此感谢读者坤坤的提问, 这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遇见的问题。 在情绪面前, 很多人都不能把控自己, 最终丢了面子, 失了人心。 当一个人受到别人的敬重, 不会过分狂喜。 受到别人的辱骂, 也不会过分地生气。 将一切看淡,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才能在这世间活得游刃有余。 就像安东尼·罗宾说的那样, 成功的秘诀就在于, 懂得怎样控制痛苦与快乐这股力量, 而不为这股力量所反制。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就能掌握住自己的人生。 反之, 你的人生就无法掌握。 真正厉害的人, 都是控制情绪的高手。 面对别人的重伤, 也只是微笑面对, 从不智慧半句。 独留那人气急跳脚, 自己却不上分毫。 在我们讨论情绪管理时, 有两种说法。 为自己的情绪行为负责, 不把自己情绪的责任行为的责任, 推给别人。 不为别人的情绪或行为负责, 把别人的情绪或行为的责任还给别人。 比如说, 当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而某个人因为我的观点而发怒的时候, 我并不会改变观点, 或者为之道歉, 因为发怒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样才创造了一个自我反思的空间, 也给了别人空间。 这个空间是成长所必须的, 缺少空间, 一个人就会盲目地反应, 在其中挣扎和痛苦。 如果平时不努力培养稳定情绪的方法, 等到了关键时刻, 会有很大的几率让你情绪失控。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培养稳定的情绪, 那么今天一安就跟你分享几个技巧, 帮助你避免情绪失控。 一,定期锻炼, 养成健身的好习惯。 运动是一个不错的排解压力之道, 压力疏通, 自然情绪容易稳定。 二,多阅读友谊的文章, 多看有深度的书籍, 身心投入进去, 潜移默化, 养成, 日趋稳定的情绪。 三,听音乐, 建议是纯音乐, 而不是那些含有各种 伤春悲秋歌词的曲目, 学习享受音乐, 为心灵带来的安宁。 四,学习茶道, 喝茶的好处无需多言了, 潜心茶意可以使人更平和, 也更有耐心, 不再轻易让情绪暴动。 五,保持好身处环境的整洁与干净, 脏乱差的环境难免影响人的心情, 整洁舒适的环境, 有利于保持情绪的稳定性。 六,多做善事, 物以善小而不为, 帮助他人的同时, 自己也能收获很多快乐与感悟, 自然更懂得珍惜, 不容易再因为情绪而误事。 七,多些接触大自然, 看看满目绿色的生气盎然, 呼吸新鲜空气, 享受阳光的美好, 山山水水, 养人更养心。 八,学习一样新技能, 活到老,学到老, 有专注的东西, 自己没空想七想八, 一不小心搞得自己情绪又崩溃, 换画也好, 插画也好, 潜水也好, 乐器也好等等, 总之自己喜欢, 肯花心思坚持就行。 九, 树挪死, 人挪活, 多出去走走转转, 见识一下, 少宅在家里发懒, 天地辽阔, 多见识广, 自然心胸更开阔, 不容易钻牛角尖, 陷入情绪的死胡同, 走不出来。 十, 多吃健康的食物, 少吃垃圾食品, 不好的食物会影响身体, 身体不好, 进而情绪就麻烦了。 身体棒棒是革命的本钱, 也是情绪稳定的基础。 培养稳定情绪, 不仅仅是培养习惯, 更是培养一种心境和心态, 愿我们都能从容地, 面对世间百态, 成为更好的自己。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